我们说完了父亲 说母亲 父亲代表天 母亲代表地 天是什么 空的能量 地是物质 实的 所以一个人的精神高不高尚 观念正不正 主要看父亲 而他的身体好不好 就依赖母亲了 母亲日常陪在子女的身边 他的衣食 他都是母亲常常陪伴的 吃饭 睡觉 给你的身体直接跟这些相关 那母亲就擅长这些 打理家务 收拾东西 做饭 洗衣 带孩子 而且母亲是陪伴孩子时间最长的 从肚子里面就开始 十个月到后来一路上走下来 这些是女性比较擅长的 你说让一个男人带孩子 是不得以而为之 老天爷给你了一条通道 尤其现在社会 经常阴阳颠倒 离婚 没办法 不得不如此 那这个小孩子 他的从小就缺少母爱 自然他柔的一方面就比较弱 那女性一定要柔 女性如果刚的话 那就是我们说阴阳颠倒 五行错乱 倒凡天刚 所以家里面 公鸡是负责打鸣的 所以负责外面 母鸡是负责下蛋复蛋 你倒过来母鸡打鸣 听上去都不好听 到外面都不好意思讲 也不像那个样子 所以男人男人的样 女人女人的样 这个母亲 那从最起初的 我们所谓少女 到后来长女 她不同阶段的特性 到最后成家 当为母亲 变成坤瓜 那坤我们都知道 厚得宰物 他一定要非常包容 能承受很多东西 甚至宰相 都里能沉船 母仪天下 这个你将来孩子 一定了不起 那父亲就是 潜挂 自强不息 不断的向前 总给家庭带了新的希望 争回 面子容易尊严 这些东西 所谓的权利 她是外在的 而母亲 她是 比较实在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天是高高在上 你可能 跟她 互动会少一点 这两个的爱 她一定要坚容 实在融合不好 各方有特长 那就 这方面你强 那你就做主 最后除了问题 你承担 另外一个 就作为配合的角色 我们 人 先 都站在地上 然后再仰望天空 所以说 人法地 地法天 不能上来就法天 你老是高高在上 脚跟走路都不着地 那你这个人是飘的 虚浮的 你当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再展示高飞 二者不可缺 你不要老是强定某一方 人们 七十有个家 八十有个马 母爱是伟大的 当然是如此 但是父亲也不能缺 那没有父亲 也没有你